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载入时间还有点长 对 这个游戏就是由Game Freak出品的这样一款游戏 这游戏的画风我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去年其实这款游戏就出了它的日文版应该是 然后也是最近发出了实体版 然后也同时更新了中文 然后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 这个男孩就是主角陈决定他的名字 皮克尔对吧 那我们就叫皮克尔好了 竟然想溜进城堡的想法果然都很奇怪 一样夸奖我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游戏还是跟那个宝可梦一样啊 没有语音啊 感觉JF实在是实在是太抠门了啊 这么有权的公司 然后旗下的游戏居然都不搞得全流程配音 人家卖几万套的那种游戏居然都搞配音对不对 GAME FREAK真是该打 接下来就靠你了 好拿出了一个炮杖篮 糟糕了 这游戏的画面蛮好看的 有点类似于就Level 5的那种动画渲染 好屁股着火可还行 村子里着火了 拜托来帮忙灭火 炒了一个村子 这是我们的任务 快带路 然后我们的皮克尔就趁机溜进了这个宫里 是吗 我生活的村子每个人都很和善 食物也很好吃 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唯有一件事情令我不满 什么事情呢 哦 这个画面真的蛮好看 那就是无法到村子外面去 这是在我出生前很久都已经定下的规矩啊 城堡里的人负责守护村子 听说这规矩是他们的约定 想要到村子外面去就必须穿过城堡 所以我想亲自去见在城堡里的人拜托他们允许我到村子外面去冒险 哦 原来是这样子啊 那是昨天的事情 你这孩子竟然想流进城堡 到底在想什么呀 这是他妈妈 然后这是我妈妈 城堡里的人都很忙的 怎么能给人家添麻烦呢 对不起 你这孩子怎么老是冒出那种给人添麻烦的想法 不久前也犯过错 你竟然把耐滋也卷进了麻烦室 耐滋就是刚刚那个屁股着火的 你说你不给配音 然后还搞个这种电子音 第一章冒险没有开始 耐滋 哦 你总算出来了 这是我的好朋友耐滋 昨天的重庆城堡大作战 他也有帮忙 是我最可怕的同伴 有点可爱啊 嘿皮克尔 你妈妈很生气吗 算是吧 乌欧拉按照约定来了 我们过去吧 乌欧拉是谁啊 冒险开始学习战斗的基础吧 哦 应该是新手造成哦 这个画面还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就这种动画渲染风 乌欧拉是哪位 老哥你走的要是太慢了 哦 是这位啊 应该是这个 马托克 说皮克尔慢死了 你到底有没有干劲 这是马托克这家伙 算了 没什么可说的 反正要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 哈哈 乌欧拉 这是乌欧拉是城堡里的士兵 总之我现在要根据这个人训练将来也要去做士兵 至于为什么会定下这个目标就说来话长了 现在还是先好好跟欧乌欧拉请教一下吧 你看这稻草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首先就在确保不会受伤的前提下教你一些非常基本的东西吧 准备好了吗 好了 这个游戏的玩法据说是很像卢石传说啊 是卡牌类的游戏 一二轻胎 首次出拳 怎么玩呢 皮克尔的头顶刚刚冒出了气泡 气泡就像是战斗的主意 就这样不停冒出主意可无法战斗 要想战斗还需要做些决定 按下A按钮 首次出拳 没错 这样就可以决定使用哪个主意了 这个过程被称为发动招式 发动招式需要气力 气力啊就是上面的那个橙色的那个 就是气力 每回合可使用的气力是有限的 要记得注意 OK 这个游戏就是通过双方发动招式进行照亮来战斗的 赶快试试看 请按下A按钮 OK 好的 双方互相照亮过了 不过我方的招式被击破了 招式包含攻击力和耐久力 双方发动招式后将根据彼此的攻击力降低对方的耐久力 啊就跟卢士一样嘛 就是根据攻击力来降低对方的这个生命值对吧 如果耐久力将为零 招式就会被击破 那么进入下一回合吧 有抽卡吗 这游戏 哦 他现在出现了两个 来一个 我们也出现了 随着回合增加 皮克尔会想到新的主意 气力也会恢复 这次试着发动不会被击破的招式吧 瞄准出拳 那我们就只能选这个瞄准出拳咯 还是选了轻拍 好的 这样我们就还有一个耐力值 OK 很好 我方的招式顺利的保留下来了 哦 就是如果是被击破的招式之后就不能再用了 然后像保留下来的招式 在下一个回合还可以再次发动 哦 这个游戏的回合将会持续到对方的招式用尽为止 OK 我方的需要发动招式迎战 现在对方还剩下一个招式 我方也只剩下一个 OK 那我们选 我怎么不能换啊 哦 他是要这样上下一摇杆 我以为是要左右一摇杆 OK 那就是二一 哎哟 这个要被击破的呀 完了 我们就就break了 第三回合 好 我的朋友出来了一个二二的招式 瞄准准初旋 这个回合似乎可以击破对方的全部招式 OK 试试看吧 呃 先用一跟一啊 好 OK 先把他给你击破掉 然后他这是二 那我们就选这个 击破他 然后我们还剩下一个攻击哦 所以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真实的伤害了 应该是 这个状态被称为全破 outbreak 达成全破状态时 如果仍然拥有能够发动招式攻击的招式 你就可以进入机会回合 也许有点难懂 我再讲一次 达成全破状态时 如果仍然拥有能够发动攻击的招式 即可进入机会回合 OK 哦 在机会回合中双方不再较两招式 而是能够攻击对方的本体 攻击对方本体破坏掉全部的心机 可以获得胜利 OK 哦 牛逼 赢了 拜拜了老头 感觉就是如实那一套嘛 但是就是把卡牌换成了这个他说的主意 也就是这种招式 然后 然后跟如实不一样的就是要把招式全部都破坏掉 才能对本体进行伤害 就像是所有的卡牌都有嘲讽一样 乌乌乌拉 乌乌拉 乌乌拉累坏了 冒险的开始完成 还有啊 话说回来你还记得跟我的约定吗 不记得 昨天跟他有什么约定呢 冒险的开始 回忆与乌乌乌乌拉的约定 哦 这是他昨天闯进城里以后发生的事情啊 哎 这个人怎么出现了 这个绿头霸的小男孩 你们在做什么 想起来了 我这要流进城堡 乌乌乌乌拉就出来了 喂 马托克 你干嘛跑来碍事 城门都关了 你们该不会想进城堡吧 我没有 只有这家伙想进去 算了 我可忙了 你们快让开 所以 我那个皮克尔根本就没有进到城堡里是吧 哎 奈姿别白挨骂了呀 屁股都着火了 马托克 马托克 马托克一肚子坏水啊 还想是追那个 乌乌乌拉 让乌乌拉带他回去 这个地方不能切换镜头啊 有点奇怪 是只有在小镇里才行吗 哎 酒馆 酒馆 这女生是谁啊 西普 西普蛮可爱的 这不会是马尔克的那个 哦 这是主角的青梅竹马 我还以为是马尔克的姐姐什么之类呢 马托克 马托克跑到酒馆里去了 我们去酒馆里面找人 话说这个游戏的这个人物比例是几头身啊 三头身感觉像是 就是人只有 人的身高只有三个头那么高 哦 他们在这儿 乌乌拉肯定不会带他们进城堡的呀 皮克尔你搞什么你跟踪我 哦 他不是想进城堡 而是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是马托克 学人精 很遗憾 我不能带村子里的人到外面去 是不是根本就不存在外面的世界 想要做士兵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哦 饶了我吧 哈哈 我们现在小孩这么精明 你们得帮我完成任务 看看要什么任务啊 消灭魔物哦 童话故事里的那种可怕的巨大魔物吗 没错 你要两个小孩子去杀魔物 怎么想的 这个任务根本无法完成 我被城堡里的人赶出来了 他们分配给我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 哦 这个乌乌拉是被赶出来的呀 OK 到时候你们就说乌乌拉先生很厉害地打倒了魔物 让我们造假嘛 结果没想到是不是魔物真的出现了呢 那不就很尴尬了吗 我给他要加我们防守防御啊 我们来来学一下防御的技巧 继续训练 我怎么选稍等了 来吧 battle start 第一回合 哇 一上来就三个 二三 这次想到了跟刚刚不同颜色的主意 然后招式分为红黄蓝三种 黄色是防御的主意 只要每被击破一回合 你也可以多次使用 不过在机会回合中 无法用来攻击对方 OK 我们这是有三个 即使对方主意很多 看起来情况不是弊 只要妥善地运用黄色招式 然而可以达成全破状态 OK 我们来试试挑战一下吧 哦 那我们应该只能用这个吧 好的 先把他给全破掉 二一 这个招式用来跟对方的其他招式招量比较好 哦 那我这个一一不是 还是会全破掉吗 哦 就是让我们两个人都全破掉吧 就没关系了 两个人本来都全破 这样我也不会挨打 OK 下面要我们自由发挥了 对不对 哇 又上来伞子啊 哦 稀有雨是什么 这次想到了蓝色主意 蓝色招式无需跟对方的招式尽量 进行照亮 可以在任意时机使用 蓝色招式拥有各种这样的效果 只要妥善运用 就能在战斗推向有力方向 利用碎石雨这个回合 可以轻松达成全破状态 哦 发动这个招式后 气力还有剩余 这样比较浪费 因此等下 将等下要使用的压制防守 先决定下来 再发动蓝色雨吧 OK 这我可以挨打打三次呀 这个招式需要保留下来 哦 好吧那先上吧 三个招式全破哦 好的 像这样气力有所剩余时 就先将主意决定下来 在合适的时机再发动吧 这是很重要的技巧 务必要记住 哦 他又来哦 哇 我这一次也有 也有四个主意了 妥善运用招式 这个回合应该可以进入机会回合 好的 红色招式是攻击 跟黄色招式不同 一回合只能用一次 如果拥有红色招式才能进入机会回合 OK 因此为了能顺利进入机会回合 需要将认真出拳 先决定下来 应该是先保留下来吧 妥善运用剩余的气力 试着将敌人对方的主意全破吧 哦 应该是先用这个对吧 1 2 好吧 呃 努力防守 好的 我下回合还用这个招式 好 借入机会回合 好的 哦 BREAK 认真出拳 上吧 到死了一只 哈哈 这个战斗其实感觉还蛮有意思的哦 不知道这个后期会有什么可玩性 感觉到一点一点变强哦 这个马托克 皮克 哦 他妈来了 完了 好吧 我们要去矿井了哦 工作 不过这么小的小孩子就去工作的嘛 这故动同工不是吗 移动功能与角色 皮克尔相当着急 这种时候使用移动功能非常方便 从菜单中选择移动前往矿井班 哦 哦 是这样子咯 是这样子咯 太单是什么 X甲 一动 到矿井 地图好像不太多啊 怎么好像感觉就这么几个呢 矿井 嗯 这来干嘛呀 嘿皮克尔 矿井工作的基本守则 呃都有什么来着 呃 不论做什么基础都是最重要的 嗯 那我还要去问一下其他人啊 这三个基础是啥 什么呢 大声问候 OK 这是一条 好 他这前辈长得都很奇葩哦 大致记住 感觉这个不对吧 这还有什么前辈吗 这好像不是只有两个吗 可以再问吧 外面的人 哦可以出来了 对啊 悠闲休息 这肯定不是啊 问一下其他人 卖力干活 我不是应该是 嗯 嗯 法子是他爸爸 这个爸爸失踪了 感觉游戏的主角的爸爸总是失踪或者下落不明啊 感觉就是JRPG的定律啊 嗯 昨天有孩子想要抽进城堡 嗯 要不要这么 这种坏事怎么传这么快啊 啊 应该起了 应该就这三个了 当然 第一个是大声问候 哦 得 悠闲休息 晚了 搓了 所以是那个大致记住是对的吗 大声问候 哦 大致记住 大致记住 大致记住是不对的 这个混蛋 这个人骗了我 哎 哎 我好像所有人都问过一遍了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还有人吗 这也没有其他人了呀我去问谁呢 我们往前走一走啊 我们往前走一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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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认真检查 哎 哎 这个人还要问两遍才跟我说实话 过分 啊 啊 当然 啊 啊 大 啊 不不不 选错了 感觉我这个pro手柄好像有点飘移啊 我是想选那个大声问候 但不知道为什么选到了那个 大声问候 然后 认真检查 最后一个是卖力干活 哎 你们这种矿井居然雇佣同工 举报你们 所以这个工作就是直接 直接一个黑黑瓶 然后放点声音就过去了吗 真有你的呀 Game Freak 哎 捡到了一块石头 应该是装备哦 第二天 拿着这块红色的石头 就会不断涌起强大的力量吧 哦 他就拿着石头去找那个有 士兵大人啊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试完 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了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小镇英雄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这款游戏的话呢 可以去自行购买一下这款游戏 好啦 这里是主角游戏苏报 我是你们的苏报君林迅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投币收藏和点赞 也欢迎留言和我互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